一个最好笑的在B站的留言说 爱人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写分享他的扬授给他爱的人 嗨大家好我是Sheri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ISTP的爱情 ISTP跟INTP一样 第一功能是TI就是内向思考 你们看到内向思考的人 他心中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当然他觉得这套逻辑是 应该是适用在全世界的 但是他心中有一套蛮清楚的逻辑 那ISTP的第二功能是外向实感 是extroverted sensing 所以跟INTP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INTP是透过跟外面的互动跟探索 来确认他自己的逻辑是正确的 那么ISTP比较倾向实作 透过实感来做确认 比如说看得到的摸得到的 自己尝试做做看来做这样子的确认 所以ISTP的人呢一般来说看起来比较像一个非常冷静的观察者 他在执行上面他也会比较灵活一些 那他的第三功能第四功能也就是他比较不擅长的功能是直觉 第四功能是外向的情感 所以ISTP INTP都看起来比较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 不太在意别人怎么想 尤其是别人的想法是不符合逻辑的时候 他们比较不会去被社会的礼仪习俗 或者是文化牵绊者也比较难被勤勒 所以他们其实是算是比较理智的一群 那在这比较理智的一群的人呢 在碰到爱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样貌呢 ISTP的人在爱情中 只要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人 一碰到爱情呢一定会看到反差萌 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符合逻辑的情绪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ISTP的朋友们 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填问卷都是写 尤其是我们B站的朋友 就是没谈过也不想谈 但是还很用心的把问卷都写了 或者是问卷写到一半就懒得再写下去了 所以ISTP其实不太喜欢有太多废话 或者是情感上面的语言 所以在爱情的时候呢 第一个他比较难谈恋爱 因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情绪 然后他们因为有一套逻辑 然后又能够比较临近应变的来执行 这样子有的时候很难让对方能够知道 所以在谈恋爱之前 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却步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ISTP的人 也不知道是不太想谈恋爱 或者是在恋爱中有一点点恐惧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 他们的第三功能是内向直觉 内向直觉其实是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在压力下呢 这个功能会变成对未来有些悲观 所以在爱情中呢 在不符合逻辑的状况下 ISTP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爱情好像这种东西很难有好的结果 也许因为这样子而却步 但是真正谈恋爱的ISTP呢 大家就会看到他的反差蒙 就是可能会撒娇啊 然后变得比较温柔一些 就是可能会比较理解他的伴侣做出 不符合逻辑的决定 或者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啊 然后对伴侣也会比较有耐心一点 然后可能对两个人的未来会更多的担心 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对理智型的人 这是一个失控的状况 在失控的状况就可能比较会想到 东想西想说那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啊 会不会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啊 所以这是ISTP呢 在恋爱中有可能会呈现的样貌 那ISTP在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他会变得比较宽容一点 然后不会让自己被逻辑绑住啊 所以他也可能会更多时间 会愿意去沟通 会想要别人理解他的想法 理解他的逻辑啊 因为ISTP有的时候也不太需要跟人家解释啦 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你听不懂就算了 但是在恋爱中他也会比较 想要去让对方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很多人就说到了 忽然学会了怎么撒娇 我觉得理智倾向的人在恋爱中 好像都会忽然发现说 我以为我不会的这个功能 其实我是会撒娇的啊 然后其实我很强烈的怀疑 BTS中的二哥就Suga是ISTP 他真的爱人的模式就是说 会看到你做出一些愚蠢 或者是觉得很无聊的行为 但是他是笑脸看待 或者是他就是包容你 容忍你觉得你很可爱啊 这也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 也是他在恋爱中会呈现的一个模样 那再来就是在恋爱中 ISTP是比较会去照顾人的 通常的时间呢 他会比较说井水不犯河水 我不太需要去照顾别人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要负责 但在恋爱中他们给爱的方式 是去照顾别人 我看到一个最好笑的在B站的留言说 爱人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写分享他的养寿给他爱的人 就是ISTP多实际啊 他爱你就是直接把他的养寿分享给你 不是送花之类的 就是这个是他对你的爱情的一个表态 那ISTP的人呢 期待别人是怎么爱他的呢 好玩的是ISTP对对方的期待值并没有很高 我们看到问证里面很多都是说 可以让我做自己 然后不要太黏 有自己的空间就好了 那ISTP他其实期待的就是说 你可以关注他 但是不要太关注 就是因为他表现的可能是比较冷漠的样子 不代表他心里冷漠 所以可以看得到说 他虽然表现有些冷漠 可是他还是期待你去关心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很期待被人家爱的方式 就是说有点像猫吧 就是看起来不想理人 可是偶尔我还是希望你来关心我 可是也不要太执着在我的身上 就是太关心我 对他又是一种压力 所以ISTP的人就是期待呢 事实的关怀 有一定的忠诚度就知道说 我们两个可以坐在这里 都不讲话 可是你还在 更简单说一点 ISTP的人 因为在恋爱中 别人给他爱的方式是 让他有安全感 那安全感应该就是忠诚度吧 就是对他有一定的信任 知道他有时候不说话 或者是他临时在外面 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对他们有这样子的理解跟尊重 所以给ISTP爱 好像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他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被尊重 被欣赏 然后再来一般TP呢 接受爱都很希望别人可以给实际的 有建设性的建议 他们比较不喜欢他们的伴侣说 哇你好棒哦 你刚刚这样子很厉害 或者是你刚刚这样子真的很糟糕 就是你可不可以给出一些比较具体的 比较实际的 让他们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 这是落实的 可以支持你回馈的内容 这个对于ISTP来说也很重要 你当然给回馈的时候 不带着情绪 或者是不带着太多的投射 就说你看我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SBI这个给回馈的方式 在ISTP身上 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你也可以让他觉得说 他也可以这样给你实职的回馈 然后你也不会玻璃心 对ISTP来说这样是很理想的爱情关系 那ISTP喜欢跟伴侣相处的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两个是互相的支持 支持并不一定要有实质的太多行为或行动 就是说也许我们两个就坐在那边 都安静的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这样子也是他们理想中爱情的方式 我觉得一个人写的很好 就是说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坛 不是我们两个都很需要对方 就是有一点互相要来弥补对方的空虚或空隙 而是说我们两个各自都完好 然后在一起会更好 这样是ISTP期待的模式 再来也是有很多人讲到说 希望各自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 然后各自为各自的未来而努力 可以一起进步的合作伙伴的关系 然后还蛮多人讲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并不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 在问卷里面看到是说 比较不倾向这样子的爱情 平平淡淡的像老夫老妻的 没事不要互相打扰 有事的时候有人可以商量一下 他们喜欢这样子平淡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ISTP比较成熟的时候 因为ISTP的第二功能是外向实感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某方面还是有可能会期待 就是比较感官导向的 实感导向的爱情 也就是说比较刺激一点的爱情 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成长 就是会发现说 这样的爱情其实不会细水长流 或者是说他们虽然也 喜欢看这样子的剧 喜欢这样子的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是实际落实执行下去 发现说啊不行 这还是有抵触他们的内向思考的 所以他们到最后就是还是发现说 可能是细水长流的关系 比较是他们的理想关系 在感情上面碰到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外表看起来比较内敛 或者是比较冷静的人 在感情上面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的伴侣看不出来 你有多爱他们 而且当你不是很愿意表达的时候 你觉得他应该会知道 这就会是一个面临到的挑战 因为别人看不出来 你有投入多少的时候 有可能有些人有些防卫机制 就说你好像没有这么爱我 那我是不是要找别人 或者是我吗 是不是这段关系走不下去 或者我投入太多 亦或是有另外的人就是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现在淡了 我是不是要再黏你一点 我要再表达更多 那两种都会造成ISTP的困扰 因为第一个他们不喜欢别人太黏 所以你越是表示的冷淡 有些人就会更黏 更去讨好 或者是更想要巴着你 就说你不喜欢别人黏人 可是因为你在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你一定是比较火热一点 那当你恢复到正常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这会让他们比较紧张 或者是有些防卫机制觉得 这关系是不是走不下去 所以这是ISTP会碰到第一个 最明显的挑战 再第二个挑战就是说 ISTP呢 其实我看到发脾气最可怕的人 我自己认识的就是ISTP了 因为在冷静的背后 其实并不代表是没有情绪的 那这个情绪只是跟你的连结不深 所以ISTP当他一旦被触发到 比如说伴侣不忠 或者是做了什么 完全是他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不符合他逻辑人设的状况下 他在生气的时候 他的情绪庞大到会让人家觉得 哇你是疯了吗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很多跟自己情绪没有连结的思考类型人 都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自己看到ISTP是尤其 他真正发疯的时候 他只看得到他这一刻的情绪 他没有在想说 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话说出去了收不回来等等 那这个也是ISTP自己要练习的东西 就是说你要看到 就是说你其实没有你想象的永远这么冷静 碰到事情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透过逻辑来分析 有的时候你是有情绪的 尤其在爱情关系中 就是趁早的去有自我觉察 你自己有这个情绪 然后适度的表达跟沟通 要不然在误解很久 你忽然大爆发的时候 你自己跟你的伴侣都没有办法 承受这样子大吵 或者是大爆发之后的结果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ISTP 一直在问卷里面很可爱 讲说很讨厌跟人相处 很讨厌跟人相处是怎样谈恋爱啦 你要跟我讲 那我知道ISTP就是说 对于自己爱的人 他可能可以包容 但是你知道你爱一个人 你要跟一个伴侣在一起 你多多少少要接触到他的家人 对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ISTP在情感上面碰到的问题 不是伴侣本身 而是伴侣的家人 跟伴侣必须要面对到的亲朋好友们 有时候会带给伴侣一些困扰 就说人家的老公老婆都出来社交 为什么你都不出来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ISTP有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再来就是刚刚讲到 面对到压力或者是太爱 或者是觉得自己脆弱的时候 ISTP很有可能对未来 把它想得太悲观 就是它可能会一直想到 未来可能可以出错的状态 就是因为它的第三功能是内向直觉 所以它会一直看到很多不好的可能性 会出现在它的头脑里 所以当你对一个情感多多少少有些悲观 或者是你一开始就觉得说 我这个人就是难相处 我本来就是讨厌人 一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已经写下了悲剧的结果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提醒ISTP的部分 就是说有的时候可以适度的退一步 就是说不需要过度的分析 因为你知道对未来的看法 不是你最强项的功能 就是你慢慢在学习开发的 所以不要因为太悲观 而看随自己的情感 再来就是觉得对方太情绪化 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ISTP很多拉回来 都是跟情感有关系 要不是是跟自己的情感没有连结 要不是是跟情感有连结 可是羞愧说出口 因为我们ISTP的朋友们 他自己是希望自己很有逻辑的 对不对 那有些话其实是不符合逻辑的 就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会吃醋 像这样的话ISTP可能说不出来 可是他心里是这样子的感受的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不好说出 他自己真实的感受 因为说出来太丢脸了 那要不然就是说 没有办法承受对方的情绪 ISTP在看到别人情绪爆发的时候 他反而变成异常的冷静 那其实我在录ISTP人格类型的那一集 就有提到他就是很棒的这种 在压力下可以维持冷静的角色 这是ISTP的强项 那所以他越碰到人家情绪很大 他反而就更冷静下来了 那这样子反而对对方来说 是更有距离感 所以这也是ISTP会碰到的挑战 然后INTP ISTP都是一样 第一功能是内向思考的人 总是觉得自己的逻辑分析得非常到位 然后想得非常完整 所以比较难听进去别人给他的建言 然后也会因为想要直接给对方回馈 而有可能不小心伤了对方 那是我一开始就在讲说 ISTP INTP都期待别人可以给他比较真实 准确的回馈 那他也会不小心这样子的对他的伴侣 那但是他的伴侣呢 如果稍微比较剥离心一点的 或者是他们期待被爱的方式 不是这样子的时候 就可能会受伤 所以ISTP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别人没有办法改变到我 然后可能我无法改变 或者是我给别人的回馈 而让别人受伤 那所以给ISTP的建议呢 我还是建议任何提倾向的 尤其是第一功能 不管是内向思考 或者是外向思考的朋友们 就是请你一定要想办法 跟自己的情绪有些连结 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 逻辑就是逻辑 逻辑就是黑白的 但是其实很多研究报告都显示说 喜不喜欢一个人 可能在前三秒钟就已经决定了 后面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化 我们自己已经有的决定 所以请你再去检视一下说 我所谓的逻辑 它有没有可能带着我一点点的情绪 我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因为如果长久以来 跟自己的情绪分隔了 你可能会把压抑的情绪 投射在你的伴侣身上 比如说你长时间以来 其实是感觉到伤心或者是忧郁的 但是你不表达这个情绪 因为你觉得这情绪不符合逻辑 那么你会看到你的伴侣觉得 他是特别的忧郁 或者是他是特别的悲伤 就是说你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情绪 你会觉得你的伴侣的身上 这个情绪会无限的扩大 所以第一点我给ISTP 在谈恋爱的时候的建议就是 先看到自己的情绪 然后第二个就是情绪不是这么可怕的事情 你如果把情绪想成一个data 它其实也是一个资讯 我觉得很多ISTP的朋友都觉得 情绪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情绪化 或者是是一个很失控的表象 其实情绪也是一种data 也是让你可以多了解自己 跟多了解对方 当你可以让自己多表现一点情绪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发现 你的伴侣的情绪就不需要这么放大的来表象 因为想象你如果跟着石头 或者一面墙说话 他老是听不进去 或者他没有任何回应 你会越讲越大声嘛 对不对 你可能越讲越生气 所以如果你扮演是这个石头或墙的角色的话 你的伴侣的情绪会无限的放大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的伴侣就是太情绪化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ISTP 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先去想办法跟自己的情绪有所连结 要不然真的等你哪一天大爆发 真的很可怕 而且也许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修复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学习表达 就是ISTP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吃香 就是你其实爱得很深 可是你爱的方式就是 别人看起来你好像只是在容忍他 但是其实你用你的方式在照顾他 所以为什么一直觉得BTS Suga有一点点像ISTP呢 就是你知道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他的弟弟们 他也不会去特别照顾他们 或者是袖手他们 可是看到他们需要什么 他就 拿去 就是很酷的说 饿了吗 给你吃 就是 但是这种好像就是ISTP给爱的方式 就是说他其实有观察到你 然后他想要提供他的支持 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很有情感的表象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误解他没有爱得这么深 所以第二个建议真的还是说适当的去表现 就说适当的去说 尤其是因为你很少说 那所以你一说人家就觉得 Oh my god 你知道有的人是一天到晚把我爱你挂在嘴上 这种人讲话 你知道效果就没有你讲的来的厉害 你开口说我爱你或者是撒个娇 其实他的效果是很强大的 所以适度的去表达你自己 再来就是不喜欢跟人相处的部分 我觉得你可以跟你伴侣讲一下 什么是你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什么是你不能 因为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社交 如果刚好你碰到一个蛮喜欢社交的伴侣的时候 应对他的一个大家庭什么 你觉得很复杂很烦 或者是很多朋友很烦的时候 就可以适度的跟你的伴侣讲说 什么是你可以忍受的状况 然后也请你自己退一步 试着去尝试 就当作你是在投入吧 对不对 就是这是你的伴侣需要的 被爱的 被支持的方式 可以跟你伴侣讲说 好那我跟人家社交或者是讲这种很无聊的八卦 我最多三十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可能会说我是不舒服 什么先走 就是说跟你的伴侣找到一个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妥协 觉得这个是给ISTP的另外一个建议 我觉得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对于未来太悲观这件事情 是ISTP有可能会碰到的 你自己可能不觉得悲观 因为你觉得你只是实事求是做一个分析 但是其实对你的伴侣听来就说 怎么什么事情听起来都是这么gloomy 好像未来怎么都这么黑暗 所以这边可以提醒ISTP的就是说 去接受人生的一些未知性 一旦你可以接受人生这是未知性 而且你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可以随经应变 而且这点你做的本来就是16个人格类型里面 比较好的类型 就是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生命力 知道自己随时可以灵机应变 知道自己面对各种的挑战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接受这一面你就会开始勇于挑战 你会忽然发现它对你自己跟你的关系 都会变得很正向 就是不要活在恐惧中 因为莫非定律就是你一直想到的事情 它就是会发生 不是说你一定要正向思考 我觉得这对ISTP来说一点都没有用 只是要你看到就是说 好不管是怎么样大风大浪 我都可以承担的 最坏的是什么 想一想你过去克服了什么问题 那不管是自己在人生或者在改变 感情上面都跟自己这样子说 那这样子我觉得你的 不管是人生事业或者是感情 都可以有比较正向的改变 那ISTP呢 理想关系就是刚刚提到的 两个人呢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连结 但是并不一定常常要在一起 就算是在一起 可能也是可以安静的在一起 互相信任跟支持的感受 可是并不一定要实际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ISTP理想中的爱情的模样 ISTP可以在爱情里面带来的礼物 就是它本来的特质 也就是在压力下的时候 可以很灵活的处理事情 大家都慌了的时候 它可以保持冷静 所以它有一点像是大树般的存在 好 那ISTP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个性本身的分析 想要更了解的话 我的书里面都会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然后会把第一功能相同的类型 比如说ESTJ ENTJ绑在一起 然后ISTP INTP绑在一起 做一个它们共通点的分析 然后再来分享这两个类型 它们有什么不同 所以还是在这里 推荐一下大家 我的书 MBTI 我和我的使用说明书 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